主料,酒量200毫升,小汤圆200克,鸡蛋一个,辅量,冰糖10粒,清水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汤锅加入清水煮沸后,倒入米酒搅拌均匀,来到水煮是再次沸腾的时,加入小汤圆煮这小汤圆全部浮起,倒入冰糖拌匀,放入鸡蛋,打算搅拌均匀即可,烹饪技巧,酒量可以先放,也可以后放, 先放吃起来糖原比较Q,后放吃起来酒量比较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